欢迎焦点 人力资源部为读中生带来好消息 人力资源部今天和董总签订了 纪职教育课程合作协议 以协助读中提升纪职教育素质 同时也为接受读中纪职教育的学生 开辟一条新路 人力资源部秘书长拿督阿敏奥曼 与董总组陈大俭 今早在人力资源部部长古拉的见证下 在新纪元大学学院签订纪职教育合作协议 协议的内容主要涵盖两方面 第一提供培训给现有的读中纪职科教师 让他们考取证书后 成为国家合格的纪职课程导师 第二协助董总以及相关读中 向技术发展局申请成为授权培训中心 通过这项合作协议 未来读中纪职教育的学生 就可以在毕业期间同时考获技术证书 并以此申请到我国国立技职大学就读 为读中技职学生开拓了一条升学心路 古拉强调 技职教育不应该是教育中的次等选择 反而是促成我国外向工业4.0的推动力 不仅如此 古拉鼓励国民改变学术剩余技术的刻板印象 因为有数据显示 接受技职教育的学生就业率更高 古拉提醒董总 签署合作协议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如何提升技职教育的素质 培育出更多人才 才是董总所要面对的挑战 马新社新闻台 叶顺尼采访报道